国内一名男子五年前患上心脏衰竭 一直依靠体内的除颤器火命 不过随着心脏机能开始下降 男子心跳曾经停顿六次这么多 让原本能够使用十年的除颤器 如今只能用上两年 国家心脏中心向休明发家属建议 安装新式辅助装置续命 却碍于辅助装置价格高达75万令吉 让家属无力承担 因而希望大众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52岁的邱明发在大约10年前 诊断出患上高血压 没想到5年前再罹患心脏衰竭 因此被迫辞去销售员的工作 往返医院复诊和治疗 然而邱明发的体力和心脏机能开始衰弱 心跳还曾经一度停顿六次 邱家长子邱豪杰说 父亲体内的除颤器只能够再用两年 医院那边有判断出来 他之所以去到CCU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断了六次的气 他断气了六次 都是靠我们以前帮他装的那个充电器 他一断气 充电器就会刮他的心脏 所以他就会醒回来 本来有十年的这个电池的寿命 在很短的时间只剩下两年半而已 因为电量用的很多 邱豪杰指出 父亲的体能逐渐下降和意识不轻 心脏衰竭也导致身体无法正常排出水分 出现水肿的情况 血液无法流通到脚板 也造成脚板发黑 同时血液太过浓稠 而必须注入血清 每次往腹部注射药物 导致父亲的腹部多处淤青 邱豪杰说 目前能够让父亲继续活命的方式 就是安装心室辅助装置 再进行心脏移植 所以医生是说 原本是说 直到电池完了 就让他 就安乐这样子就去了 他们就不再救他了 就不让他那么痛苦 因为已经没有一个根治的方法 今天IGN就告诉我说呢 只要情况一稳定下来 就适合去动手术 把那仪器装在心脏之后 唯一的办法就是 等待心脏移植 安装心室辅助装置的费用 并不便宜 单是辅助装置的费用 就已经高达75万令吉 这还不包括后续的治疗费用 这个数字 对年仅26岁的邱豪杰来说 是一个天文数字 邱豪杰指出 为了照顾患病的父亲 母亲无法上班 家里的单子就落在了妹妹 和自己的身上 为了家里的开销和医药费 妹妹也被迫放弃升血的机会 邱豪杰说 为了照顾家人 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上班 邱豪杰希望大众能够慷慨解囊 伸出援手 协助他们一家人 渡过经济困境 有意捐款的善心人士 可以透过荧幕上的资料捐款 并注明受惠者的姓名 就会打托卖了 他对面显示 并不试着 这种是 就是 感谢观看